大家好,我是小關 今天這支視頻是教大家如何調查自己的IP Address 以及如何調查自己的IP Address 首先在這裡一提一下 IP Address 就等於人類的智能身份證 如果個人使用的IP Address 例如自己家裡的網絡IP Address 如果特別黑客知道的話 黑客就可以利用你的IP Address 去攻擊其他金融公司或其他家發文 所以IP Address 就是等於身份證這麼重要 這支視頻是利用手機或電腦也可以 教你如何搜尋出自的IP Address 是多少 先按Bowse 在網絡搜尋 然後按What is my IP Address What is my IP Address 就可以搜尋這個介面 按Lockup 就能夠搜尋自己的IP 現在我一個IP 這是一個IP 因為我用了VBand Functions 元件 改變做我的IP Address 現在我的IP 正在東京 其實我根本不是在東京 這是我的IP 一個網頁可以出自的IP Address 其次我介紹一個軟件給大家用 就是叫VPM這個軟件 在Play商店下載 就是這個軟件 介紹這個軟件給大家用 這個軟件好用 好用之餘就是好用之處的原因 就是要試一下 為了它免快 其實可以改變你的IP Address 舉個例子 現在 我的IP Address 在東京 整個市場是東京 整個市場是日本 而我按了這個軟件 我現在我不想做日本 不想我的IP Address 在日本 我想我怎麼辦 不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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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K了 轉到英國 轉 轉 現在我的IP Address 轉到北城堅國了 怎麼知道呢 按回覆軟件 現在是東京 按下 按下 對不起 按錯了 中山光 記得要小心 discipline 前三年國 machen Cut 不好意思 因為這些軟件變化 所以會彈出這些垃圾網咒 不 輸著網咒 真是嚇人 這個是出自己的IP 可以不用這個先 先按這個IP OK 按搜尋 先打一下 輸出自己 唉 真的 先打一下 記住先生 不用怕 對 對 是這個 192.145.126點 重新開過 不好意思 按這個 唉呀 原來我沒有按多搜尋 對不起 是我錯 按這個搜尋 現在我的IP 在英國那裏 英國哪裏呢 Location 出份應該在哪裏 現在我看到的 IP 在英國的Wi-Fi 就這裏 這個地方 如果按一個一個 出份自己在英國哪裏 大家如果不想用網搜尋 出自己的IP 的話 這個網咒 出自己的IP 無論是電腦 手機 但大個網咒 這個result 就出到自己的IP 就這樣了 不需要這樣出的話 很簡單 這裡轉 再轉 下載這個軟件轉 螺位 現在轉了 IP 適合 現在轉了 IP 適合 適合 人家 我上網的時候 即使對方加分問 客客 甚至任何機關的時候 出動我的IP 適合 他們都不知道 我到底現在身處 何況 這就等於你學會做人 分身之所以 我想在哪個國家上網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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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ating VPN 這個 這個 我們用的 Internet 去 服飾 我需要的 要求去上網 即是說我現在在使用VPN掛著軟劍 現在我的英特尼連去挪威那裏 做個Research 連去挪威的Internet Server那裏 現在就說我去挪威Internet Server那裏 幫我自己的IPA 轉給挪威Internet Server 即是說 我現在在使用挪威Internet Server 即是說如果我用挪威Internet Server 如果想要香港加發明的政府網站 申請任何資助 香港加發明的網站就會顯示 噢 原來有一個挪威的人 在申請香港加發明的資助 就是這樣了 現在挪威的IPA出色是95.174.66.4 就這樣了 這個就是挪威的地方 再查一下吧 不好意思我沒有在顧風 算了就是這樣了 所以我用這個軟件 加上這個軟件 這個軟件是把自己的IP address和地位置 這個軟件是把自己的IP address 這兩個軟件都在Play商店那裏登錄 如果大家不想登錄這個軟件 這個軟件可以在browser那裏登錄 但這個Wall is my IP address 就可以把自己的IP address寫多少 這個就是挪威的IP address 這個就是挪威的IP address 挪威就這樣了 這個軟件就要在這裏登錄 才可以轉換自己的IP address 暫時寫 我發現是這樣 咦我現在就用了洋蔥流浪器 洋蔥流浪器 洋蔥流浪器就是 隱藏它的上網路徑 即是說我幫我IP address 引贏了 首先我用了洋蔥流浪器 幫我IP address 引贏了 其次 我用VVPM 跨長軟件 Change 做我自己的IP address 即是說 我學會了 引發新資訊 以及引人術 就算對方用 例如 對方如果用任何的 油漆 令到我引人術 去效用 不過問題不大 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用了 引身分身資訊 即是 VPM跨長軟件 簡單來說 我相同保障 對方完全查不到我 到底在哪裏上網 完全查不到我 我現在身處的位置在哪裏 完全查不到我 我個人私隱 現在我上網的路徑 瀏覽紀錄 就是這樣 所以洋蔥流浪器 這裡 這個軟件 你可以setup自己的VPM模式 上哪個網的時候 對方查不到 這個VPM模式 大家選擇 在哪裏隱藏你的路徑 這個就是這樣玩法 這個軟件 你都在Play商店下載 當你嚇到這個這個 今天這個 從此之後 你就變成一個隱形 隱形大師 沒有人知道你到底在哪裏上網 沒有人知道你的路徑在哪裏 沒有人知道你的IPA瀏覽 瀏覽過什麼 沒有人知道你現在身處在哪裏 簡單來說 在互聯網的世界 就隱形了 沒有人知道你在做什麼 所以 今天這次的視頻 就介紹這三個軟件給大家用 第一個是 Change自己的IP Address 第二個是 出自己的IP Address 以及自己的路徑在哪裏 第三個是 引人自己的IP Address 記住 引人自己的IP Address 不等於Change自己的IP Address Change自己的IP Address 即是表示 我一個IP變成第二個IP 變成第二個IP 不過第二個IP是 是可以運動的 因為原理就是 我要利用我自己的IP 進入第二個國家的Internet Server 利用另一個國家的Internet Server 搜尋 流浪上網 原理就是這樣 自己的IP原理就是這樣 引人自己的IP就說 噢 我有一個IP 不過引人到全世界的互聯網 看不到我的IP是甚麼 就算讓你看到怎樣 我Change自己的IP Address 始終都查不到我是哪裏 就這樣吧 這三個軟件 在Playshank店那裏登錄 今天我就要介紹這三個軟件給大家用 大家好 我是小君 多謝大家收看